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皈依,我依所行十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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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有些昨天是没来的话,想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说, 就是下一两个月的主要比较特别的行程是什么。 就是像今天大家知道,就是我们早上上完课之后,用餐,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,或者大概不要太久,大家不用太累了, 我们会把一般教室没办法打扫到的,我们来打扫一下。 因为这个讲说是半年半年的话,这当然是什么的话, 一方面有卫生嘛,因为我们在疫情当中的一方面是卫生, 二方面是什么,就是对我们自己上课的环境, 庄严的我们自己上课的环境嘛,像我们, 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上道士地的时候, 是不是说六加行里面的第一个是杀扫停除一样嘛, 就是做所谓的在前行里面的第一个杀扫停除里面来讲的, 首先的这一个一样了。 而在八月份我们还会有什么的话, 因为我们已经算进入到我们传统来讲的所谓的中原普渡节的时候, 我想说我们可以为这些,不管是王者, 或者在生者可以最好的什么, 我们可以一些的我们讲课,思维,观修以外呢, 他在修一些法嘛, 所以我们是在30号的那一天会有一次的会共, 31,1,2,3天, 就是我们三天的比较广的修法, 再加上王者还会一般的照常的上课, 所以我们等于说这三天是比较, 行程是比较满的, 和一样跟昨天像跟大家讲的一样, 我们会分什么, 就是还有在2号的那一天, 正是15号的话, 我们会有所谓的渔蓝棚会吗? 我想说我们到那时候, 再慢慢跟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,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, 我们想说什么的话, 这三天的话, 我们会分早上一坐, 下午一坐, 所以以前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的疑惑, 会觉得说, 好像有人跟我讲说, 我如果没办法全程来, 我就不能来, 或者什么来讲, 或有即使这种的颠倒的想法来讲的话呢, 而这是从来没有的, 只要你有时间来一坐也好, 或一坐没办法来, 来半坐也好, 那都是欢迎的, 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, 像我们以前在试院的话,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场有法会的话, 因为有时候有一天长期的法会, 有可能一天是五坐, 我们在试院从早上三点钟有一坐, 可是中间的, 比如说有两坐, 因为我们有公寺在身, 有可能是白天, 九点钟之后, 到下午三四点, 有可能我们是, 因为有试院的公务在身, 我们就必须要去办公务, 所以中间的三坐没坐, 可是我们就是去早坐跟晚坐, 早课跟晚课一样, 没有一个人说一定要好像, 你来一坐的法, 或修一坐法, 就一定只能参加圆满才可以来修,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, 只是说大家随份随力可以来的, 最好是什么是随份随力, 和第二个是说什么, 有些人还会有一个更大的颠倒的执着, 是什么说, 如果我送地藏金, 会不会惹是生非啊那样子, 会不会有好兄弟, 好朋友来找的, 这是愚痴的, 或者这是无名而导致的, 我说如果不管是说, 在讲轮回的苦也好, 在讲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来讲也好, 是由佛陀来宣说的, 有来讲的话, 怎么会有讲一本经, 而来招惹周遭的好兄弟, 那个是后人的那种的颠倒的执着,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, 我说我从, 你看我15岁出家, 我们从每次, 常常要去陪着那些大大, 少少在寺院往生的, 我们是整夜守在旁边, 送经, 送地藏经的, 或什么, 送什么来讲的话, 我应该是最容易去看到, 从来没看过这样子, 也从来没碰过, 而只有看到有附在人身上的, 实际看过都没看过的时候, 应该是我们, 如果这样子的话, 我比大家送的经的, 应该也多嘛, 有碰过的几率, 比大家高这么多, 我都没碰过的话, 应该大家要碰到的几率是, 更少了, 好, 这是我们到2号了嘛, 和4号, 9月4号, 9月5号, 9月6号, 这三天呢, 是尊者有对东南亚的, 情法, 往昔的, 说对中南亚的情法, 所以这三天, 我们也会在教室直播的, 就是有关三十七佛子新, 而比较重大的就是, 10月2号, 10月3号, 10月4号就是中秋了嘛, 虽然我们在, 对不起, 在我们台湾或者, 华人是中秋, 也是我们什么, 就是按照以往的例子来讲的话, 每一年是会有台湾的情法团, 去跟尊者情法, 可是因为今年的疫情的缘故, 没有办法去印度的话, 它是用台直播, 我看到很多的地方, 很多单位是说什么, 有些要收, 三天两千块, 两千五百块, 还甚至到五千块的时候, 是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讲了, 那个环境, 要跑那么远, 来去听, 和效果怎么样的话, 那不如我说, 大家随惯, 如果要来听, 了不了一扇说藏论来讲的话, 我们教室这边会, 也有有直播, 也开冷气, 大家要喝饮什么饮料, 自己带,可以舒舒服服的来去的时候呢, 他也说下午不是有稀释, 那我们这边, 我扮演的角色应该就是, 我的职责就是这个嘛, 如果大家不需求, 不想要, 那我们就早上听完, 我们就停了, 如果有的话, 我们大概他讲到一点钟嘛, 尊者是讲到一点钟, 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午餐休息一下, 我们再做一个小时的, 一个简单的复习的话, 那是有什么好处, 因为以时间上来讲, 我们刚好, 2号,3号,4号是我们放假的, 就是2号,3号,4号, 也是等于说本来我们教室也是放假嘛, 因为果定假日, 我是不是说跟大家讲说, 只要是果定假日, 我们教室也一定是放假的,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, 他也第二方面有什么, 也按照时下来讲的话, 他还不是一直在呼吁大家说, 不要去跟人挤人的嘛, 不要去大众集会的, 现在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, 不应该去人挤人, 或者那种会密集接触的场合的时候, 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宽松一点的, 大家不用挤在一起的话, 大家可以很轻松, 或者很舒适的来, 来去请法啦, 好,那大概是我们到10月初的, 比较一些重大的, 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行程,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样子, 好,那我们就, 大家请翻到上次我们讲到的, 我记得我们是, 应该讲到这边的那样子, 我们是不是把以上的, 讲到了说什么, 是说我们是不是前面把说先正破嘛, 是不是他前面是讲的, 这边科判是说什么是, 与此归礼当中所修的邪职, 去破除的时候, 在破除的时候, 这边可以分为两个大主题, 或者两个大科判, 一个是说什么是, 那第一个是, 人家的说法, 或者人家的想法是什么, 和我们怎么去破除, 或破除, 和怎么去破除的时候, 是不是有这边就可以分为说, 正破除, 有分四个大部分吗, 是不是, 正破除, 首先认知, 宣说的, 或者有持有这个见解的人, 是谁, 和说什么呢, 第三个是说什么, 哦, 认识到说, 为什么这样子一种的宣说, 或者这样的, 有瑕疵的说法, 为什么会对教法有伤害, 或者会对教法, 应该说, 隐落, 或者说有, 说对他有, 所谓的危机的因缘,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因缘呢, 是第三, 和第四是说什么, 那我们至终啊, 我们自己认为说什么, 修是什么, 修乃为, 观修跟止修, 二者皆为修吗, 是不是这四个吗, 而上次我们是不是在前面的第一个, 在说, 正破斥的时候, 是不是我们分了六个, 六个阶段吗, 就是说什么, 就是说, 对文师, 不了解的, 文师修三者不了解的人, 而说出来的乱说吗, 这第一个吗, 和第二个说什么呢, 那如果对文师不明了的象征, 是什么, 是第二吗, 第三是不是说, 修与修所成的差别吗, 修与修所成的差别, 而我们知道第四是不是说, 修的名义吗, 或这个词义是什么, 第五说什么呢, 它说修与习, 这边是为同义吗, 修跟习是同义, 而在这边所谓的, 第六来讲的话就说什么, 就说我们要引用说, 修这件事情不为狭隘, 而是广大的所依的教戒, 或者它所依的经教是什么, 我们应该是讲到第六个科判, 我记得我们是把前面在这个五个科判里面, 我记得因为我们正破我们还没讲完, 我们把正破里面的五个科判, 前面的五个科判, 就是讲到什么, 修, 在这边所说的修与习的差别吗, 大家还记得我做最简单的, 最后一个科判的复习, 大家还记得说, 一般我们来讲说, 修跟习是不是有差别, 当然有差别吗, 对不对, 我说修是什么, 习是什么, 习的话我可以串习恶习啊, 是不是我们上次决的例子, 像说我的恶习是什么, 我会咬手指吗, 这是恶习嘛, 我不断的来串, 这不是修啊, 我是不是上次跟大家讲说, 如果修的话我早就, 有见到修到的咬指甲一上了, 已经不是, 这是任运而成的, 已经不是造作的那样子, 这个是这样子的话, 可是我们在, 像经书里面, 或者我们讲说, 有些地方是不是说, 见到与习到, 或者见到并习到的意思, 这是什么呢, 因为在这边的习, 是代表说什么, 它含义的是, 我们修要的品质, 所谓的修是什么, 就是说, 我为了使这个所修的意思, 或所要修的法, 我不断不断, 或者我们用经书的用词, 什么就是塑塑嘛, 一而再, 再而三的, 在内心这样子, 不断不断不断的串习, 或者是什么呢, 我对我还没有获得, 我为了要获得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缘故, 我在内心当中, 不断的去串习, 这叫什么叫修吗, 因为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, 我们上次举的两种修法的例子, 有一种修是什么, 是我把它原为我的所原尽, 而我再去不断的, 不断的在内心窜息, 例如说什么, 我说我如果说我修无常, 修神而引人起, 修四地, 修空性, 等等的话是不是说什么, 我这个是把用这些东西, 作为我的所观修的东西, 让我在内心不断不断串息吗, 可是当我说我在修菩提心, 我在修悲心, 我在修空振剑, 我在修出离心, 是不是就不是这样子的修辞了, 你用这样子的修辞的话, 我说你修到, 什么时候也, 或者我们以前, 我记得小时候人家跟我, 我们用的律师说, 你修到驴年也生不起来吗, 为什么, 因为根本十二生下里面, 根本没有一个驴吗, 那样子, 你修到什么时候也生不起来的, 因为这就不是正确的修法吗, 像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略略介绍到, 说什么, 那出离心, 或者我们在三主要道当中, 介绍跟大家讲说, 修出离心的时候, 修出离心是什么, 修出离心的方法是, 出离心它所圆的是什么, 而我们去圆着, 我去抓它, 它所圆的这样相似, 而我把我内心, 网着, 因为我还没有获得出离心, 我把我内心, 一直一直不断接近的出离心, 去迈向的时候, 那才叫, 那才叫修出离心嘛, 所以例如说什么, 出离心是, 它观修的是什么, 它首先是说, 圆着, 置身上面的, 轮回的苦, 作为所圆, 所推死力, 而去需求泄脱的那个心嘛, 所以在我心心当中, 如果假设我要修出离心, 我现在在修出离心的时候呢, 是不是我应该也, 我的所圆是什么, 我是圆的是, 我先一而二轮回, 我可以圆到的轮回的范围, 不管是从苦苦来讲也好, 从坏苦来讲也好, 或者乃至最为好的话, 从行苦作为我的所圆, 而我在内心的不断的硕硕的去串席的话, 为了是什么, 我还没有获得出离心, 而可以跟出离心接近的时候呢, 这叫修出离心的那样子, 所以这种的修法不是我自编的, 不是我, 好像我在乱举例, 这是在哪里, 这是我们在, 现关专业论里面的第四品里面, 它开始讲修的话呢, 它会说修有, 至少有这个可以分两者, 一个说所修之意, 跟所修之事, 所修意跟所修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, 所以同样, 这就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什么, 例如我们在, 听法的时候, 或者受法的时候, 常常善之四门啊, 或者像尊者他会说什么, 他还要修菩提心啊, 回家要多修菩提心啊, 回家要多修空正见的时候, 每一次下来的话, 大部分人的问题都说什么, 那我到底我怎么修菩提心啊, 我怎么修空正见啊, 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说, 我修菩提心, 修空正见是什么, 我要升起菩提心, 我要升起菩提心, 就这样一直不断, 好像在念咒语一样啊, 或者说什么, 菩提心是我的目标, 好像菩提心像极乐世界一样, 我把它放在那边, 我要升起这个东西, 我去不断追求的话, 那根本是我的心现在是这样子, 我菩提心在这边, 我怎么把它使他接近, 根本没有在无动于衷嘛, 没有在接近的时候, 真正的修菩提心的方法是什么, 我们要了解菩提心他所观修的是什么, 他的所圆的是什么, 是不是说, 我为了要利益他人, 我自己要去希求菩提嘛, 这个是菩提心的主要所要圆的, 所以呢, 是不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, 这种好像任运的培养出来, 可是我开始对经教听闻, 去思维, 慢慢开始我刻意的, 或者照做的, 或者乃至说什么, 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像办家家酒的一样, 或者就是刻意的把它照做出来一颗心, 说什么, 我是为了要利益一切的友情, 而我要获得佛陀果位, 我希求佛陀的果位, 我从这样照做的时候呢, 这叫什么, 只要有朝着这个方向, 或者努力的话呢, 这就叫我们初学者开始修菩提心的次第, 是这样子, 而不是把说你用菩提心作为你的所缘,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,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听到像诸如此类的, 他说你要修出离心, 你要修菩提心, 你要修大悲心, 你要修什么, 总之是这种心法的, 这种诸如此类的, 要修持的话, 他不是叫这个, 这个不是我们的所缘, 而是说什么, 要去了解这些心事在语言的是什么, 而我从修这个义, 而我等于说在修什么, 我在修那个事也在, 或者那个心事也是在修, 这才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修了, 所以第二点是我们, 紧接下来这边来讲的话, 在现观传言论就说什么, 他就说虽然我们可以修佛陀的心事, 因为佛陀的心事变成我的所修之意, 或者我可以修一切种诸, 可是什么呢, 佛陀的心绪当中不会有修了吗, 我们可以去修佛陀的心事, 可是佛陀的心事里面不会有修了那样子, 这什么意思呢, 因为为什么佛陀心事没有修呢, 因为修是我们刚刚举的来讲的话, 它是为了说, 不清楚而使更清楚, 而如果说不坚固而为坚固, 而说为获得而为获得的目的呢, 它在内心当中, 朔朔串息, 这个来讲的话, 如果所谓的佛陀是一个, 去除一切过失, 圆满一切功德者的话呢, 它是不是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了, 已经不需要这个功能了,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修, 但可以有所谓的修所成, 就是我们第三个科判, 那如果修跟修所成, 又有差别的话呢, 又有何相为吗, 是不是, 如果你说修跟修所成是一件事情的话呢, 是不是这边就变成有所相为产生了, 而我们在这边来讲说, 因为修跟修所成是本来就是有差别的缘故的话呢, 如果我说, 佛陀的心虚当中是有修所成, 但没有修, 那有什么相为, 第二个像什么, 像如果我这种凡夫, 我的心虚有修, 但我没有修所成的话呢, 这又有何相为吗, 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虚, 我相信都有或多或少, 有一点点的修了这样子, 有修, 可是不一定有所修所成了吗, 好, 这是我们前面的, 一直在这个第一个科判里面, 它是不是分六个小科判, 这个在经书里面没有的, 或者说大家如果要看到的话, 我现在是在哪里的话, 虽然我没有, 一一一一的念出, 或我没有用它的文字, 可是我是把什么, 我几乎是把广论适合著的, 重要的段落, 或者这边重要的补充, 把它用比较白话的方法, 来跟大家解释的, 所以大家只要有听过的话, 应该是了解适合著的意思, 应该也都了解了, 如果大家我们讲到某一个阶段, 或者我说如果我们把这第一本讲完的话, 那个大家如果想要获得适合著的传承, 我们再来有一天我们念过一遍, 因为适合著的传承, 它传的跟我们一般比较不一样, 因为它会, 这个传承的时候, 它不是直接念过去, 它要先念过广论的根本颂, 念过, 和再倒过去一次, 再把广论的根本颂, 再加上那个小柱, 再念出来, 所以它每一段都要传两遍, 还那时候要, 像我们, 宗大师的这种著作, 我获过两次的这种, 诸如此类的著作, 说这有什么的话呢, 我们对普提道词地广论, 有一个很有名叫四合著, 这个四合著就是有四个, 不同的祖师大德, 做了一些些些的注解, 它把宗大师的比较尖色, 艰难的文字拆开, 和这边有加以思维, 或它会把, 像我们这边刚刚讲的, 宗大师有可能讲的科判, 是比较广的, 它把它细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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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, 思维的话, 它有普助的, 我记得我获得这个时候, 那时候, 我跟大家, 我获得这个姻缘的时候, 我在印度的时候, 尊子只有传过一次, 他那个时候, 我记得已经很接近我要考试的, 那时候应该是相关专业论的, 第四年还第五年, 我那时候, 在青少年跟二十多岁的话, 只要有尊者讲的法, 我可以去到, 我几乎是, 只要我没听过, 我一定在场, 所以尊者在印度, 我可以出场的, 我大部分都有出过, 他那时候准备要考试, 也想说算了一段时间, 我说, 如果我敢一点的, 我是赶得上, 和我是什么, 我们就是, 以前从南印度要坐到山上的话, 我们要坐四天四夜的火车加工车才上得去, 所以坐了四天四夜上去之后呢, 因为那个是临时买票, 我记得我坐到德里的时候, 是坐那种,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印度的影片, 是那个没有卧铺的, 那个是坐那个木板凳的, 我记得我是坐那个三天三夜, 因为刚好那个是去墙, 因为它里面就只有上层下层, 它上面是木板, 和因为我们那一层是第一次起站, 所以我们就很不要脸的, 赶快把东西晒上去, 赶快跳在那边, 和就三天三夜就卧在那个木板上面, 不离开, 那个就是变成我们的位置了, 所以那时候是这样子三天三夜上去之后, 和尊子应该传,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, 传了这两本, 这样子两本, 十二天, 十二天传完之后呢, 当天晚上我又坐车回德里, 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到南印度, 和休息个一天, 隔一天就考试了那样子, 所以那时候是为了有这个传承, 所以这个是在印度的时候, 那时候有机会接到这个, 所以大家还蛮, 但我记得是什么, 很重要, 为什么是我, 为什么一直用试合住, 那时候, 我跟第100次的甘丹赤仁不切, 来到台湾, 他那时候第一次来台湾, 也唯一一次来台湾, 我陪在上面, 因为他是者邦斯, 他我从以前就有跟他请过法, 他那时候很多人, 那时候甘丹赤巴, 第一次来台湾是, 是像轰动了那样, 那很大的一个新闻来讲的时候, 很多的这边, 凡是格鲁派的格西, 都私底下来拜见, 那个仁不切, 和仁不切他们说, 你主要在台湾讲什么, 他说, 我在讲道次第, 或者在介绍广润, 因为仁不切他本身是一个, 很频繁, 跟我们一样的深重这样子, 一一一到, 坐上甘丹赤仁不切的位置, 他就说, 那你讲道次第, 以什么注解啊, 他说, 这个格西就说, 我没什么看什么, 我自己讲啊, 那你就可以知道, 因为我们太熟悉仁不切的时候, 仁不切就说, 好像有一点不太, 不太高兴他这个话, 他就说, 好好, 那你说, 如果你, 他就说, 那你用适合住很好, 如果你可以多参考一下, 他说, 他觉得适合住没什么, 就是简单的地方, 最后一期写是不简单, 就难的地方又没有很清楚, 你看, 你跟他那样干得吃什么, 就又更觉得说, 你自己说大话, 他就说, 好好, 我们不要谈下去, 我先问你说, 适合住的四个作者是谁, 你先不要跟我说意思, 你说适合住的四个作者是谁, 他那个人就是哑口无言, 我们旁边都想要大笑, 笑不出来的, 那时候, 所以是什么, 我记得了那种, 忍不切的教杰在这种说什么, 就是我们一般, 在后代的去介绍, 道次第或者, 普遗道次第广论的注解, 当然有很多是意识上面的辅助, 可是如果在词面上面, 有真正对四合住做一个解释, 对道次第或者, 普遗道次第广论有个解释的话, 最有权威, 最详细的就是由广论四合住, 和这是有到目前为止, 还保留有传承的, 是在这边, 这个是有这样子的, 所以我们说之后, 只要有下面有机会的, 或有这样子, 这是一个对宗大师的注入, 和第二个是什么, 是宗大师他本身在解释, 秘籍金刚本序的时候, 我们在上蜜院的一年, 最大最大的请法, 也就是在跟住持, 请那个秘籍金刚的四合住, 因为这是宗大师, 对那个秘籍金刚本序的著作, 他有的经书很奇怪, 就是这样子常寒, 可是有时候是, 上方有解释, 下面有解释, 旁边有解释, 左右边都有解释, 所以每一段每一段都要解释出来, 和念出来是什么, 是先念根本座念一遍, 再念宗大师的一段一段的解释, 和那一年的, 每一年的话是什么, 就是我们隔西要负责抓住持的, 如果他跳, 或漏, 或什么念不对, 我们要抓他, 因为有一个传承是说, 如果不跟大家讲, 或者不抓的话, 和之后吵到的话呢, 你传多少都算不算了, 你要从头再开始来一遍了, 所以我们要马上马上这样的传, 那一年的我在上命院的负责工作, 就是要去一直纠正那个住持, 所以那时候住持, 我记得也是传了14天或15天的这样子传, 所以他就是一直一直这样子, 这是宗大师的, 他的全集里面的两个的著作的传法, 比较不太一样的传法, 所以其中一种道次第, 像我们这样子是什么, 是只是把葡萄次第广润的传承讲完, 可是没有所谓的四合柱, 因为四合柱它是要两遍两遍的, 就是一遍根本像一遍的道次第, 一遍的广润, 回去的时候再回去从那一段, 再从那个柱姐再加进去的穿, 所以他有一点点的穿法的不太一样, 他以后有因缘我们再来穿这个那样子, 好, 那我记得我们是在这边了, 我们已经讲到了, 所以我们是, 应该是不是这样讲到这边了, 我们讲到了说, 对不起, 我们讲到这边来讲的话, 应该是在第54页的说第二大段, 就是说, 到最后说, 得知若说将互与修二事相为, 是可效处吗, 对不对, 我们应该到这边了, 第54页的第二大段, 这边讲完了, 所以后面这边来讲的, 开始等于是说什么,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, 第一个科判里面的, 第六个小科判吗, 不知道四地广论里面的科判, 是不是说什么, 是不是在这边来讲说, 就是等于说, 我们在这边来讲说, 要所破吗, 所破里面当中的, 应该说所谓的, 我们在这边算是, 正破吗, 正破, 和正破的这一个地方来讲的话, 我们说什么呢, 等于说, 对不起, 应该有小科判的小科判, 应该是这样讲, 对不起, 因为我刚刚忘, 我有点说错了, 是说什么, 是在比较次第广论,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, 是说出他前者人的, 或者错误的想法, 跟破除此中, 这种说法吗, 所以他只有这种, 破除这种说法, 和破除这种说法, 我们又可以分四个小科判, 就是说什么, 正破, 认识这个, 持有这种的颠倒的鞋子的人是谁, 为何这种颠倒的说法, 或这种颠倒鞋子是, 使教法衰灭, 或衰坏, 和第四是说我们自宗的, 或者我们自己认为说什么, 修是可以分为, 只修跟观修二者吗, 这四个, 他第一个在正破的话, 我们又有六个小科判, 所以是小科判里面的小科判, 这样子说, 这个小科判等于是说什么, 就是说在正破当中的第六个科判, 说什么呢, 那为什么修, 不用那么狭隘, 不用那么狭隘是说什么, 不用只把想修, 只有只修吗, 只能到说什么都不去修, 而可以说, 这个修是一个很宽广的, 他的这个用词可以, 不用拘束, 不用想到说, 好像一定, 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, 修不一定说只有在一个, 我在禅房, 在谱团, 在与那种无人处, 没有杂音的地方, 去什么被停止, 毗如七法全部起来, 这种才算修, 这是一种修的例子而已, 我们修是什么, 可能是他在嘴巴哼着小歌, 走在路肩上面, 吃个喝个饮料, 什么样子, 这也可能在内心, 如果在说说思维的话, 这也可能是修的一种的方法, 没有所谓的固定, 但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什么, 像几天菩萨, 他在说他的入菩萨行论的时候, 几天菩萨在那烂陀寺的时候, 大家就只认为说, 菩萨他本身只能说, 他只会做什么, 是喝拉撒水, 只会做这件事情, 实际上他在自己的房间, 或者自己的僧僚, 每天在修的话, 谁也不知道, 或者我们在汉地的例子, 是不是也有很多, 像说什么, 我们现在看到的, 我们一般讲说, 你看我们汉地一般, 对弥勒菩萨的塑像, 是不是就是由布袋和尚吗,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, 布袋和尚的公案, 这个公案应该是在, 唐明, 唐朝还是明朝这个左右的画线, 他就是也是来讲, 他不知道, 他说是一种风风颠颠的之后, 就一定像济公那样, 他之后是, 他就说, 我来世上为弥勒, 而大家不认识弥勒而已, 他或者我们说什么, 我们常常讲说, 寒山施德, 我们看到很多的, 汉地的寺院会画两个, 像顽童在那边, 来讲寒山施德, 他们是什么, 因为他们看起来是疯疯颠颠的, 不知道做什么, 好吃懒做, 寺院也不重用他们, 不让他们来听经书, 他就怎么派他们去做田, 或者去挑粪, 捡木材, 最后人家还是说什么, 文书跟观音音来到寺院, 可是没有人认识, 是文书跟观音音两者, 而是说什么, 所以我们之后把它画出来, 所以像那个布袋和尚, 或者寒山跟施德来讲的, 我们一般, 我们中国人来讲, 或者他还说这是弥勒菩萨, 或者什么欢喜佛, 这个是后代的画现, 而不是说我们一般对弥勒菩萨,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弥勒佛, 或弥勒菩萨在与藏传的时候, 它是什么, 它是画在一个法座, 做的是像我们坐椅子一样, 因为代表说他准备要下来, 人间要来当下一尊佛的一样, 它是天人像, 这个之后是天人的这个像, 实地菩萨的画现什么呢, 他画现为一个布袋和尚, 我们在汉地所谓的布袋和尚的, 好,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, 所以说什么, 所以这个修来讲, 修我们就不用把它好像狭隘的去定义, 说只有什么样才可以修, 他的修这件事情可以是很宽广的, 他的思维是很广大的去思维, 看这边来讲的话, 为什么可以呢, 他可以分为两者, 他用有所谓的他的礼, 跟他的经教是什么, 和第一个首先的, 所谓的经教呢, 先引用经教之后, 再用他的礼, 或者他的礼录, 第一个我们先来念一下, 他说什么, 他说, 如是如说修习尽兴兴, 修事无量, 修菩提心, 修无常苦, 皆是硕硕, 失则将户, 说明为修, 极多无边, 入习论及极学论云, 未知易修我造此, 四二论中所说, 一切道之次第, 皆说为修, 极学论云, 他这边来讲的, 说什么的话呢, 这边他说, 那以上的缘故, 所以如是的是在说什么, 因为以上的那些原因, 种种的五个科判里面所推迟的,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是我们在修信来讲也好, 修事无量心来讲也好, 事无量心是什么, 我们是慈悲习舍嘛, 那所以我们说什么, 我们是不是在一般念课送的时候, 在我们早晚课的时候, 我们汉地的早晚课, 一般就是念这个事无量心嘛, 愿一切众生, 得乐即乐因, 愿一切众生, 离苦即苦因, 是不是, 这大家, 以前如果没知道的话, 这是什么呢, 这是什么呢, 慈悲习舍所缘的, 慈是什么呢, 是圆一切的众生, 或应该要说一切, 圆无量的众生, 圆无量的众生呢, 而希望说什么, 他获得乐即乐因, 所以这个是慈的, 慈跟悲是不一样的, 慈, 慈的想法是什么, 是他可以获得乐或乐因, 我的所缘是无量的众生, 而希望他获得乐或乐因, 这是为慈, 那慈是什么呢, 它是圆的, 应该说我们不要说, 慈无量, 因为我直接用慈的, 任何一个慈来讲是说, 圆了一个众生, 慈悲习舍都一样, 圆任何一个众生, 希望他获得乐或乐因, 来讲的话, 这就是所谓的慈嘛, 和如果可以圆到, 依着禅定, 而所圆的一切, 圆的无量的众生, 他可以获得乐及乐因, 这我们叫什么, 叫慈无量呢, 和如果圆了一切的友情, 而希望他获得乐及乐因, 这叫什么, 这叫大慈了嘛, 所以同样, 悲来讲的话, 也是你圆任何一个众生, 希望他可以离苦或疾苦因, 所以很多, 昨天也有人就问我说, 那我怎么修悲心啊, 我怎么看到很痛苦的时候, 像很多人很痛苦的时候, 我说, 或者像我们举一举例子, 在很多我们人生不如意的时候, 国已经产生了吗, 国已经产生的话, 我觉得我, 对我有从十几岁的时候, 我看到一句, 那时候藏文也不是很好, 可是我看懂一句的那个, 那个《入菩萨行论》的那个句子, 对我很有帮助说什么呢, 他说, 也是尊者常说, 那个时候他问那个, 他的亲教师, 他说他从, 你看尊者是从十五岁, 十五岁等于说, 我想说我十五岁, 我什么, 我才刚读高中, 他在十五岁开始, 把正教, 所有的职责扛起来, 他说那时候他怎么办, 他就去问他的, 亲教师令容卸, 他说怎么, 他就令容卸跟他讲说什么, 就是《入菩萨行论》的那个句子, 他说呢, 那如果可以改变的话呢, 那你又要, 你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, 那如果不能改变的呢, 那你去担心又有何用吗, 这是他的意思啦, 我没有把它背得很来讲, 可是我们说, 就是在藏文的话, 他是来讲的话呢, 就是说, 如果可以改变的话呢, 你为什么要对他不高兴呢, 或者对他不欢喜呢, 你要应该怎么去努力嘛, 而如果你对他没有办法去改变, 没有办法去变化呢, 那你再去担心, 去扰乱自己心, 那有什么用呢, 所以我说那时候是好像, 自己在很困苦的时候, 或者因为没有什么别人, 我说大家看到现在, 我说你什么可惜了啊, 我说我20岁, 一个人在印度, 我说我跟那时候那些, 我的藏人朋友说什么, 好像说什么, 就是有时候是看着天, 看着地, 就说在这个以外, 就是没有人认识我了这样子, 或者说等于说那样子, 可是就是, 那时候因为常常被这个祭送, 然后他在内心上中附送附送, 我觉得说那对自己内心, 有很大的帮助, 因为国已经产生了嘛, 国已经产生之后, 我再多余的加上, 我自己的内心的苦的话呢, 有没有帮助呢, 一点帮助都没有嘛, 只会让我自己更苦的, 所以我说很多人问我在说, 他很困苦的时候, 像我昨天举那个例子, 他说他的亲人啊, 有自杀, 或者说有什么的那种来讲, 我说都已经产生的, 那我也知道一定很悲伤, 很悲痛, 可是最好的是什么呢, 我们用把这个悲愤, 或者悲痛, 化为力量嘛, 对他而修悲心嘛, 那以这个悲心来去, 更圆的, 更广的众生去修悲的, 就是什么, 就是因为会做出这种错误的行为, 这种颠倒的行为, 伤己伤人的这种行为来讲的话呢, 我用这样的一个, 因为果已经产生, 当然如果, 我不是被动, 很多人又说你被动, 是果已经产生,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呢, 那我可以说什么, 我依这个苦, 或者看到这样的苦呢, 而我去什么, 我培养自己的心力说, 哦, 呃, 先, 首先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承担, 我说, 希望说, 他可以离苦, 极苦因嘛, 或离苦或苦因, 如果更大一点的话呢, 我说什么,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, 我来帮助他离苦, 极苦因嘛, 所以这种来讲, 我们叫, 这是叫悲的定义嘛, 而所谓的悲无量, 是不是什么, 就刚刚以上一样, 他是以禅定的基础, 去圆了无量的众生, 而, 呃, 说希望他可以离苦, 极苦因嘛, 而大悲心是什么呢, 是我然后圆了一切的众生, 而希望他可以离苦, 极苦因, 看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在介绍, 跟大家介绍菩提心, 那菩提心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不仅仅是说, 圆了一切的众生, 希望他离苦极苦因, 他是, 这个更近一版就是说, 我圆了无量的众生, 我要, 我有责任, 我要担起这个责任来, 帮助一切众生, 离苦极苦因, 所以在基因书里面, 这叫什么叫, 增上意乐嘛, 他增上了什么意乐呢, 他等于是跟, 悲心一样的东西, 只是把它, 推死更为殊胜, 不是只是一种, 我希望, 而是真的, 我要去照做了嘛, 所以这叫, 大悲, 悲乐, 那, 喜, 这边的喜的意思说什么, 我们说, 喜是什么, 就是说, 愿意祭众生, 不离无苦安乐嘛, 是不是, 这个安乐不是所谓的, 所谓的坏苦乐, 因为他为什么要说, 无苦之乐, 它是代表说, 这个苦, 我圆的这个乐呢, 不是那种, 我们在三苦里面所说的, 那个有肉的乐乐, 而是说什么, 真的希望说, 他可以让, 变, 离开的什么, 永远是, 无苦之乐嘛, 没有杂染的这个乐来讲的话呢, 这个跟他的乐因, 我们叫做什么, 如果有一个出禅定的, 或者有一个禅定的基础, 以上原的无量的众生, 去做这种, 这样的一个观修, 或者培养的, 那我们叫喜无量了, 那舍无量, 大家有可能以前有一个, 错误来讲的想法, 说什么, 我以前中文, 刚没那么好的时候, 我以为这个舍是什么, 是不失, 舍心啊, 我说这跟舍心, 一点关系都没有, 就是平等舍嘛, 所谓的平等舍, 而不是, 它跟舍心没有关系, 这个舍是什么意思, 就是说, 那个说愿意借众生, 离开, 爱无亲疏嘛, 那样子, 或者有些什么, 爱真, 总之没关系, 大家背的怎么样, 就是说什么, 就是说爱真, 爱无, 或者什么等等, 大家有很多的被烦, 总之说, 就是离开了, 那种所谓的, 真上的贪着, 某一方, 称恨某一方, 疏忽某一方, 而是说什么, 是, 一样的去爱护的, 说着, 一种一种, 不是没有感情, 没有想法, 而是说, 同样的嘛, 因为说什么, 我们都是为人的话呢, 我们是一样都是, 希望说, 离苦得乐的, 那, 希望离苦得乐的时候, 我为什么可以说, 我可以在一些人上面, 特别想要加他们, 在他们上面加上苦, 或者我说, 我就不管你的苦乐的问题, 好像你的苦乐问题, 不是我的一回事了, 如果为什么我在一些人, 就是好像, 你的苦乐是我不能, 不去管的一样, 这样子来讲, 而是我们说, 同样为人的时候, 同样为众生的时候呢,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, 基本的人类, 都是我说什么呢, 但要各和平, 各和睦的, 这苦乐的问题来讲嘛, 所以这也是, 我顺便跟大家介绍, 像尊者常常讲, 他说他的四个, 职责的里面的, 第一个嘛, 他说什么, 我常来, 你看大家为什么说, 哦, 我们来我们这边学习, 我们最好, 我尽量想扮演的眼神是什么, 因为我是受到, 很大的尊者的鼓舞, 说, 如果我一直说, 我是隔西啊, 我是什么的话, 我在这个教室, 我很孤单啊, 就变成只有我一个人了嘛, 我说我都没有, 好, 那不如说, 我说我们一样是, 是人嘛, 我们一样为, 大家每个来讲的话, 哦, 谁都是朋友啊, 谁都是, 亲朋好友的时候呢, 我们是, 只是这个教室的一份子嘛, 我是跟大家一样的嘛, 来讲的话, 同样我再把它推广一点点, 我是70亿人口里面的一份子的话呢, 是不是大家是一样嘛, 我们的共同点是远远超乎我们的差异, 可是有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为, 像最近在美国发生的, 因为人的背景, 人的文化, 人的肤色, 人的教育水准, 我们开始有这种分裂, 开始有这种来讲的话, 是不是, 我们再想一点, 更早期的话, 因为大家比较有可能没接触, 我说在美国, 像特别我住的那个区域, 是以前是一个, 像大染缸一样, 有很多不同, 我记得小时候, 大家根本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, 不管你是, 白种人也好, 黑种人也好, 亚洲人也好, 墨西哥人也好, 大家都是一样是, 玩伴嘛, 一样是来讲, 可是奇怪哦, 你越受越多教育, 越受越多后天影响, 开始分组织, 分裂, 白种人跟白种人, 黑人跟黑人, 亚洲人跟亚洲人, 墨西哥人跟墨西哥人, 好像开始有这种越来越, 越明显的组织来讲, 是不是应该有学, 有教育应该是反而是, 更和睦, 反而是什么是, 更分裂的来下去了吗, 可是你看, 这个是后天的, 这是我们叫遍迹出来的, 错误的见解, 在我们小时候的, 刚进去学校的时候, 我怎么会分出说, 他的肤色是什么, 他的家庭背景怎么样, 他的钱有没有多少, 都没有这种想法嘛, 这是我们后面, 反而我们在这边来讲, 还到最原始的话, 平等舍是什么, 就是说, 从人家的, 离苦得乐, 或者我们人, 就像我要离苦得乐一样, 所有的一切人是离苦得乐, 所以是不是在这边来讲, 我没有权利, 或者没有, 不应该说什么, 我应该就是称恨, 特别好像我可以加恨在某个地方, 来讲, 一样的我去一样, 一样爱护嘛, 一样的去对待, 所有的人把内心, 开始推广, 扩大的时候, 去修这叫什么, 叫舍, 平等舍,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所谓的事无量心, 是这个慈悲稀释, 大家如果以后不知道, 或者不熟悉的话, 我们在念那种早晚课的时候, 念到这一段就知道说, 这个是, 希望大家可以修那种事无量的那种, 好, 所以修事无量也讲了一号, 那修菩提心来讲也好, 修无常来讲也好, 修苦来讲也好, 是什么呢, 是不是说什么, 就是怎么样去修这些东西呢, 是我在不断不断的去检责, 而去维护下去吗, 所以这边来讲, 钟大师举的例子是不是很好玩, 你看哦, 前面的修性, 修事无量, 修菩提心, 是不是就我刚刚讲的, 修的是所修之心事吗, 所修之事的方法, 在修无常, 修苦, 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所修之意吗, 前面三个是什么什么, 我是把内心培养成,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, 而后面的这两者的, 钟大师的依据说什么是, 我不是在讲心事像培养这个, 而是我是把这个东西, 作为我的所缘, 我在内心不断不断的去思维, 和这个所谓的, 他说户是什么, 我把它视为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呢, 是不是你已经, 检测到那个极点的时候, 你就不应该在, 一直在检测下去, 而是, 就是把它维持在那种平衡的, 像我们举的那个例子, 就是说, 你看你车子, 现在是不是有些说, 我们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, 你开到, 假设是这边可以开巴士的时候, 它是不是有一个扭, 你按, 它就一直, 你就不用踩油门, 它就固定在巴士的时候, 所以为什么, 因为最佳速度是巴士嘛, 你就不用再开更快了, 你这一直踩的话, 它就, 太超乎, 或者是在烧油而已了, 所以你就按下去的, 就是巴士的那种, 维持了, 同样在这边的内心的所修是什么, 你检测, 检测, 检测到, 清楚的时候呢, 我们就把它维持下去嘛, 把它维护下去的话呢, 这叫什么呢, 这边就是讲说什么, 我们讲修嘛, 所以修是什么, 它可以分无量无边的, 所以为什么在中大师这边上面举的是要, 所修之事, 跟所修的义, 都举出来嘛, 是不是代表说, 它所要修的可以说是, 无边的嘛, 数不尽的, 我要所修的任何心事也好, 所修的那个尽来讲也好, 真的是无边的, 无量的那样子, 和这也来讲说什么呢, 为什么呢, 呃, 就像说什么, 在与最前面的, 在与, 入菩萨行论也好, 在与, 呃, 集学论, 就是这两本都是, 集天菩萨所写的, 他写的在他里面的造者秘, 或在他的规径颂里面, 就说什么呢,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心绪, 我为自义可以, 这个修, 这边来讲的修是不是就是说, 这个修代表什么意思, 就是我串习嘛, 是我们刚刚前面来讲说, 修与串习是同意的, 在这边来讲说, 我为了我的, 我没有别的义句, 我没有说, 想要广大的利是有一点, 好像一方面是要把, 听者, 集天菩萨是要把听者的, 慢心降低嘛, 一方面是说什么, 自己谦虚词嘛, 我是为了什么, 我没有想要说, 广大的去利益众生啊, 或者说, 不知道这能不能广为利益众生, 或者是什么, 像我们在四量论的规径颂, 法生论师说什么, 现在普遍的学子啊, 是没有这个智慧了解, 我所要写的, 那重子是了解, 可是因为忌妒, 称恨的缘故, 兴起这种所谓的, 那种波浪, 来破斥, 或者质疑, 所以我只是为了我的自己内心, 可以把长时间所了解的, 所篡习的这个意识, 在不断不断的去修持, 不断不断在篡习的缘故, 而我照做了这个四量论, 这是在法成论师的, 他里面的造者秘义也是这样讲, 同样在, 吉天菩萨这边也是, 那个, 他的公安大家还记得吗, 他是去比丘尼僧团, 要跟他们讲经, 他们跟他恶作剧的时候, 所以, 这是不是这个来讲, 所以那个时候, 那个吉天菩萨上法座, 还很谦虚的跟大家说, 那你们想要听, 以前听过的呢, 还是听前所未闻的, 他们不是真的想要听什么, 他就说, 我要听个前所未闻的那样子, 跟吉天菩萨, 所以吉天菩萨才说这句话, 说我是,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, 想要来戏弄我的时候, 我根本是, 不知道这本论能不能帮助你,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,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, 我们要好好来学, 入菩萨心论, 我们要来好好学适量论, 我们要好好来学极学论的话, 是什么, 是要应该要去除这样子的慢心吗, 去除以为我自己为是的心, 而来学习, 这个是, 直接是说好像, 在当时的靖是说他, 我没有想要帮助, 或者没有这种人, 想恶弄, 或者恶作剧, 像我恶作剧的, 这种反而是, 间接的影射是什么呢, 间接的影射是说, 那我们要当一个正确的去听闻者, 或者学习者, 我应该具备的心态是什么, 就是要离开这种慢心, 所以, 这种说法呢, 不是我随便的, 自己造作的, 这个是在什么, 是在贾潮水的大师, 在解释, 适量论的时候, 他有两个大科判在这边解释, 就说什么, 他直接宣说是说什么, 说, 我根本没有想要帮助太多人, 因为他们是, 或者是, 没有这个智慧, 本来智慧就不具足了, 或者说他是被他的贪, 撑水影响, 可是, 间接的是说什么呢, 间接代表说, 这边如果要当真正的学子, 要像什么, 就像四百论里面所说的嘛, 我们在前面这边所说的, 听闻鬼里里面所说的, 聚会, 希求, 正直嘛, 这个来讲, 还是一个真正的所化机的, 所以来讲的话,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, 吉天菩萨在他这两本的大论当中, 最前面也说什么, 就是说, 为之一修, 说什么, 我为了让我自己的心, 可以不断的串习的缘故, 因此我造了这两本论, 我造了这本论, 就是在, 入菩萨行论也是这样讲, 在于, 集学论里面也是这样,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, 因为你看, 入菩萨行论讲的是, 食品这么广的时候呢, 是不是他修法是, 应该可以说这样子, 不要说集学论, 我们就直接从入菩萨行论来讲的话, 应该从入菩萨行论里面来讲, 没有一字一句, 不是我们可以修的, 乃至自自俱俱都是所修的时候呢, 他所讲的这个范围, 就不是我们那么狭隘的那种, 好像只有一小部分是修的, 是只要是一字一句里面都可以修的话, 这代表说他这可以很宽广的,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, 就像说, 这两个经书或两个论里面所说的这一切的道次第啊, 或者所说修行的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呢, 都是在修了, 就是我刚刚讲的, 这里面所说的没有一字一句, 不是在讲修的, 自自自俱, 自理行间, 都是在讲说修在是什么呢, 所以呢, 在这边来讲的话, 呃, 这边来讲的话, 在于集学论, 他引用的词是说什么, 他说也是说, 呃, 里面说以如是故, 那以上的原因来讲的话呢, 呃, 不管是我的身体, 或我的受用, 或者说什么呢, 我的福报, 这是说身受用福报, 身就是我们身躯嘛, 受用我所享受的, 乃知道什么福报福德是我的心事了嘛, 就是他不管说外在的我的身, 我的受用, 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福德这种, 不断的话呢, 我可以说不间断的去什么, 或者是施舍给他人, 或者防护, 或者使他清静, 离开瑕疵, 或者使他不断的增长, 我在这样子的方面, 任何一方而去修持, 所以说什么呢, 就说, 呃, 这个以上的意思是说什么呢, 就是如果不管我是对我所修的是为了, 我的身, 身体的缘故也好, 我还是为了我的享受的缘故来讲也好, 或者使我的善根, 或者福德就是所谓的善根, 这三者, 不管是我去想要去修持, 是我去舍弃, 布施给他人, 或者我为我自己而去想办法去守护, 像持守戒律来讲也好, 或者我是偷偷持守戒律, 把我已经有的这些善根, 身体受用可以使他不断的更清静, 或者我偷偷精进, 忍辱, 禅定, 使这些的可以不断不断增长, 这四个在内心当中的去修持, 或者去说说思维的时候呢, 都等于说什么, 都是所谓的修嘛, 所以不管是施, 守护, 清静, 增长广大, 任何这四个来讲, 都是所谓的修来讲的话呢, 他所对的对象是什么呢, 不管是为了身躯, 为了受用, 为了善根, 也都是所谓的一个修,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修, 就不是那种好像固定的一个模式, 才是所谓的修了, 我用任何的, 在内心可以说, 总之我们刚刚讲的, 我对一个禁是, 不清楚而可以使他更清楚, 不坚固而为了使他坚固, 为获得而为了使我可以内心, 而去获得正德的缘故呢, 我在内心不断的不断的, 硕硕去思维, 硕硕的去串习的话呢, 这叫什么, 这就是所谓的修的定义了, 好,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, 这等于是, 在以上的这四个科判里面的, 应该说, 在六个科判里面, 我们以上说完了, 也是在, 这是小小科判的, 第一个科判的, 小分类的科判里面的, 六个分类, 或六个科判, 我们都算圆满讲完了, 所以上面的正破, 我们等于也说完了, 我们下一个礼拜开始, 我们准备开始说什么, 我们从, 还是我把, 因为这个小小一个阶段, 我把它第二个科判也讲完好不好, 我们把到一个比较大的段落, 要花多一点时间, 来跟他介绍的时候, 来讲的话, 这边来讲说什么, 他说, 又说一切分别是相直固, 障碍成佛, 弃舍一切观察之修, 此为罪下邪妄分别, 乃是知那和尚堪布之规, 破处此之予以止观时, 知当广说, 这边来讲的话是说什么呢, 这个是第二个说, 首先我们去认识, 说这边的这个助词, 或者和尚, 这边来讲, 大家把它翻成助词的意思, 就是所谓的和尚的意思了,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, 因为我以前我碰过, 我碰过就, 我不是一两个, 是很多人例子说, 我不喜欢钟大师, 为什么不喜欢钟大师, 你看钟大师在, 他的经书里面讲知那和尚, 他是轻蔑我们的华人, 或中国人, 我现在不管我们是用华人还是中国人, 这个就是另当用词的那样子, 我说, 总之他在这边用词是, 这种知那的用词是, 是鄙视或者轻蔑我们的话, 我要说什么, 这个不是钟大师的用词, 这是什么呢, 大家如果要说, 反而要说谁用的用词, 这是法真法师用词的, 这是会汉文的一个, 法真法师的用词, 钟大师的这边的, 再有藏文的意思, 就是说什么是, 我们不管我们用什么, 就是中国或广大的, 以前的这个, 我们所谓的中国区域的, 这个来讲的, 翻成知那, 不管我不知道, 因为有没有这种的, 鄙视或者说好像轻蔑的, 这个含义呢, 可是我碰过有人, 不是指一个例子, 有很多人问过这个来讲, 这不是钟大师的用词, 是, 我不是说法真法师翻得不好, 而是因为, 你看, 我举一个例子, 好不好, 我说我也没有要任何的, 轻蔑黑人, 我像像, 我记得, 你看我们, 小时候去, 在美国早期, 可能他有人说, 黑人叫什么, 叫negro, 或这种来讲的话, 可是你现在, 或者我说以前, 像我们在美国的话, 黑人与黑人之间, 他说什么, 他有一个不太好的用词, 是说什么, nigger啊, 这种用词来讲的话, 你现在, 你在美国路上, 你敢叫一个人这样子, 说是, 这种用词的话, 我说如果在美国, 因为他可以自己拿枪鞋, 他直接会拿枪甩, 来对你了那样子, 这种一个是很, 很鄙视的, 可是你看我, 在近30年前, 如果去美国的话, 人家不知道, 就随便好像说, 你看我们以前早期的电影, 是不是说他学那种, 黑人来讲的话, 黑人来用这个词的话, 他没有任何的贬义, 是在用词了, 所以, 我们要想法尊法师的时间背景是什么, 他是, 清末明初的人的时候, 那时候支那这个用词, 可能就是广大的用词吗, 现在所谓的China, 也是支那而译过去的吗, 来讲过去的时候呢, 在这个时候,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意思的时候, 这有可能是我们后代的, 来讲说, 支那是不好的来讲而变出来的, 在这边来讲的说什么呢, 那总之, 所以大家如果有对中大师的这个, 这个不是要跟中大师去吵的, 这要跟法尊法师去吵, 吵说你怎么用这个用词了, 这中大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用意, 因为大家会说, 中大师藏人, 我说我很不喜欢这样子的想法,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很多人说, 我的善知识, 不知道怎么教我, 因为我是不同族的人, 我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你就不应该跟你的善知识学了, 你有这样子的分类了, 如果这样子的话, 你也不要来学佛了嘛, 如果为什么, 因为佛陀是印度人啊, 你是华人啊, 你还以为佛陀是什么, 你是天上的神啊, 那样子, 是什么, 佛陀就是诞生是唯一一个印度王子啊, 他是印度的, 说时间背景来讲, 就是这样子来讲的话, 如果有这样子的, 学习的时候, 会有这种心态, 你已经打退堂鼓了, 因为我说我什么, 我在印度的时候, 很多人就说什么, 你很好, 你一个华人可以学到这么好, 我说没有, 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, 我说什么, 人家可以做到, 我为什么做不到, 我说我要, 我要, 我要榜首, 我要到最高的那样子, 为什么, 因为人家可以考得到, 一样是人啊, 一样是可以做的时候, 我为什么就说, 我只要中等就好了, 我只要可以过就好了, 没有, 我一定要到最前, 我要把那个吃奶之力, 全部发挥出来的样子啊, 来讲的话, 同样的话, 是我们不应该来讲说, 我的善知识, 因为他的背景跟我不一样, 如果这样子的话, 不要说我们同样在一个台湾, 你是高雄人, 我是台北人, 在台北里面, 你是什么, 你是中山区的, 我是中正区的, 我是什么大安区的, 如果这样子的话, 我是不是每次开玩笑说, 那你是151号, 我是153号了, 如果我是153号, 你是左边的房间, 我是右边的房间了, 你越说越小, 越说越小了, 没有一个人是, 百分之百是, 同样一个背景的嘛, 这个是很大一个, 说我说什么, 你不了解的话, 这是给自己一个借口, 或者自己不想学的一个, 一个借口来讲的话, 这个是, 很不好的, 应该是说什么, 我们共同为人的能力, 共同可以成佛的能力, 是一样的, 没有丝毫的差别, 更不用说男生跟女生, 所以是不是我也很讨厌, 从一开始来讲说, 什么好像男生可以成佛, 女生比能力就好了, 男众一定要这样, 女众我们要这样子, 这是在座的女性来讲, 从来不要打那个, 觉得说我不要, 我做不到了, 人家可以做到, 我为什么做不到, 我一直秉持这样子, 有可能是我受过外国教育, 也是拖累一点, 可是我说, 如果, 如来像我们大家, 人人都有的话呢, 没有原因说男生跟女生, 也就有差别了, 或者说他的, 我说在重乡, 同样在这个时代, 他的爱好是, 有人问过说, 如果他是, 不管他是, 不谈恋爱也好, 谈一般的恋爱也好, 谈同性恋来讲也好, 或者什么等等来讲也好, 这对于我们获得成佛, 一点差别都没有, 一点差别都没有, 每个人的如来藏, 本来就是原始的, 清静的, 你做什么选择来讲, 这一点差别都没有, 当然, 如果你做的是恶的东西, 这等于就是说, 对你的如来藏, 或者清静的心事, 就有污染嘛, 不需要的污染的话, 那你别的东西像什么, 我说像印度人是用, 像我常常大家跟我吃过饭, 我去印度餐馆吃饭, 我就喜欢用手吃饭, 有些人是用手吃饭的, 我们是用筷子吃饭的, 人家用刀叉吃饭的, 跟他成佛有什么关系, 一点差别都没有, 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已, 但是根本是, 对他成佛这一点来讲是, 没有差别嘛, 所以我把这一段文字讲完说什么呢, 就说什么呢, 如果有这个第一个首先的, 错误的想法是说什么呢, 就是他把说什么, 他把一切的分别心啊, 一切的分别心都说成什么是, 相直就是什么, 我直嘛, 一切的分别心都说成是, 我直的话呢, 这是变成什么, 这就是变成我们成佛的障碍嘛, 为什么变成成佛的障碍呢, 是不是我刚刚一样讲, 我们一开始学佛的人, 一开始要培养内心的, 不可能马上就限量嘛, 我们人人都要开始从, 真的修持都从分别心慢慢慢慢修, 把它进化到, 才变成限量, 而不可能马上一开始就说, 我要变成是限量, 不要限量我就不要的话, 那是不是你分别心都没有的话, 没有这样子培养的次第的话呢, 那是不是就变成成佛的障碍了, 你第一步都寐不出去的时候, 你变成反而是, 完全是成佛的障碍了嘛,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, 所以呢, 这样说是把说, 我们个别去修啊, 个别去可以观察的这种的, 分别的修法呢, 完全就已经把它舍弃, 完全断除了什么呢, 最下列, 最恶劣的, 最下等的那什么的颠倒子, 没有比这个更下列, 更颠倒的那种鞋子了,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, 是以前在这种, 不是所有的, 的汉地的和尚啊, 而是说什么, 对禅, 有错误的认知嘛, 之后有颠倒的去对禅的, 不是说禅不好, 而是说因为依着禅的这个东西, 而自己有生起一种, 错误的概念的那个, 从中国这一方面而来的和尚们呢, 那什么呢, 这是他的说法嘛, 一切的分别, 一切的分别都为妄念, 为妄想, 为我执, 所以呢, 这一切来讲的话, 是什么来讲的话, 这个是很大的邪知, 和这如何去破斥, 或者为什么说这种地方是颠倒要破斥是什么呢, 是我们在后面的, 在普教赐利广论的后面在于什么, 在于匹婆撒纳跟圣摩他这个阶段, 会去广为去破斥, 或者一一一说为什么这是颠倒, 所以第一个首先, 我们讲说什么, 为什么这是成佛的障碍, 或者说为什么这是, 等于说最下列的鞋子呢, 是等于说, 我本来可以迈出第一步, 是要靠什么, 是要靠推理的, 要靠出分别的, 要靠说这样的心事去修持的时候呢, 你总是说不要了, 是不是你把我的第一步可以迈出的都断掉的时候呢, 是没有比这个更下列的, 连第一步的起步, 你的希望都灭除了, 都去除的话呢, 没有比这个更恶劣的颠倒之了, 所以为什么在这边, 这个不是大家要很注意的说什么,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佛教, 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就不对, 而是说什么, 是在那个时候, 有一派的持有禅的见解, 可是他对禅的一个颠倒的执着, 或者一个颠倒的认识, 说什么, 一切的分别心, 都是所谓的妄念, 一切的分别心都是妄想, 都是我值得, 这一派呢, 是之后的, 是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, 好,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, 就是第二个科判来讲说, 认识说, 说出这个颠倒直的和尚, 或者颠倒直的这个说法者为谁, 那我们下次从, 准备从这个地边的第三个, 这个小分类里面的第三个科判说, 为什么这种说法是, 使教法有衰灭或者衰损, 好, 那我们先到这边, 和大家就请回向, 愿消三藏诸烦恼, 愿得智慧真明了, 普愿罪障西消除, 适适常行菩萨道。